北港文化中心 邀請耶穌家鄧英俊 恩慶勝CBN老師 基本上的人的認天 三位老師使用自己專長的創作空氣 創作出精彩作品 也要把作品加立君林在地的關手 就要讓關上的民眾更加倒立 也讓在地每一個人了解君林的水 恩慶勝老師向民眾解釋作品 恩慶勝老師是第一名的三歲月家 這次受到北港文化中心的謠證 和丹英俊老師以及西美院老師 共同基盤展覽 創作才有氣勢的創作品 也使用丹英俊老師的創作品 在上面創作出各種特別的技術品 我們就三個人有的專長逃逸 有的專長司法畫畫 所以我們就利用這種和和的美學 來把我們畫畫的美材來擴展 來擴展 像慶勝祖大師 他就用拉胚 製造那一種陶藝的作品 那我跟詩老師 就兩個負責來書寫 來畫畫 這是一種 我們講到比較少一點 這麼樣的一個創作的一種模式 西美院老師自退休以後 就不斷在學習衛途和舒緩 他最喜歡他的題目是 麵花和麵花 這次登出作品的靈感很多 都來自麵花和麵花 老師的作品用優秀的選條 來畫畫畫畫的美感 是相當的精彩 這次展覽我的作品是以梅花和和花為主 尤其我這一件套版梅花 我是取名為五福寧門 因為梅花本就是五福花 它是一種勵志的花 也是我們的國花 還再加上喜鹊 代表這個喜意連連的 但英俊老師是導覽第一名的藝術家 這次登出的花絵作品都是他手工製作 但老師的作品和他在地上 北港的大廳和土豆都是老師的創作來玩 其中一件北港大廳的作品 就是跟真的一樣 讓人看到是覺得相當的趣味 這一次我除了 這個展展這些盤子啊 這些翁之外呢 我們還把 北港的文化產業 來結合我們的 那我等一下我就有 那個壯音餅的展展 這個陶藝陶瓷座的壯音餅 跟那個真的東西呢 是微妙微俏 像真的一樣 啊 發聲呢 也有一個吉祥的這個代表 就是好事發聲 這個就是我 來北港呢 能夠將這個文化產業 來整個呢 結合來表現出來的一個 陶藝創作 本齣電郎的電機 到國力七月齊山來結束 歡迎我興趣的民眾 做會來參觀 感謝有三位老師 主品當中的創意 記者林宏伯 蔡宏伯 都